我现在只是简单的想希望 他能够信任我 他能够尊重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一个喜欢你的人 天天跟你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我怎么办 你让我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我们怎么有说有笑了 你们在反解那几十秒 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我真的我不想再解释这件事情 我已经跟你解释了很多次了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我再说一遍 我们俩什么都没有 你一个上司那么有钱 开一个大奔 他至于点一把破产出来吗 这件事我解释了无数次 我无论说什么 你都不相信 你要我怎么说 我说了 根本就没有什么 你以前跟他怎么解释 散家那几十秒 我那天下班 我要去见客户 我上司说送我 他说顺路 结果外面下了雨 我没有带伞 他说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俩就一起走 结果到了车 车旁边 收伞的时候 伞家卡了一下 我说我来弄 我上司说我来弄 我们就因为这件事情 耽误了几秒钟 可能这个时候就被他看见了 但是你们已经在车旁边了 还修那伞 干什么呀 因为我们收伞的时候 伞架这个地方卡住了 我根本就够不着 我肯定要点击一下 我去弄啊 他举着伞 可能这个时候 我弄伞的时候 伞就滑落了下来 可能就被他看在眼里了 他就揪着这件事情 不停地问我 每天问我 杜雪 我是你的男朋友 他公开挑衅我 他打电话跟我说 配不上你 他怎么公开挑衅你 我真的受不了 一个喜欢你的人 天天跟你在一起有说有笑的 我怎么办 你让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没有 我们怎么有说有笑了 为什么加班的时候只有你们两个人 去几次我们俩都在 其他都是不在吗 而且我在外边看到你们有说有笑的时候 我进去你们就分开了 你躲着什么 你怕我看到什么呀 我跟我上次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 你不要看到一些 什么都没有看到 你自己在这胡编乱造型吗 这样 你说清楚了 我们可以理解了 但是他的不理解 你能理解吗 这个话有点绕啊 我其实应该是 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他会吃素嘛 杜雪 我知道 我完全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我本来是为什么 我说的 在这儿 我一直没想到 我真的没想到 我感觉到 我什么事情 我就是 我的可能性 感谢观看 请问你做何感受 我说过其实我能理解琳达 我也会吃醋 我问的就是这个 另外问一下这个 今天是你一个人来了 董老师 我不知道他今天来不来 但是我今天已经给他发过等讯了 如果他今天是个男人的话 就今天给我站出来 有没有人在第二现场 有是吧 做好准备 有第二现场有人 明白吗 来一起回头 让我们打开第二现场 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任波文 就是陆雪的上司 哦 你今天为什么站在后边 你为什么不站到这上 我觉得你冷静一点 上台的话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冲突 主持人应该也看到了 他现在这种状态 他的状态似曾相识 很像年轻时候的我们 年少气盛 可以理解 你还是比较成熟一点 我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跟这个 李楠说过 你喜欢陆雪 那我今天不怕 当时所有人面 再告诉我一次 我是喜欢陆雪 陆雪 问一下 什么时候喜欢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不向陆雪表白 因为我知道他有男朋友 所以我一直到 今天为止之前 我从来没告诉过陆雪 我喜欢他 更没跟他表白过 也没有追求过他 我怎么了 难道我没有喜欢 别人的权利吗 你有什么资格喜欢 他是我的女朋友 他是我的女朋友 但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今天你却在 大家面前 说出了你喜欢陆雪呢 其实我今天来这 是想把这事讲清楚 而且没有说 今天要在这 跟陆雪表白 你已经说了呀 你已经说了呀 是他男朋友问我 那我为什么不说 我觉得我坦荡荡啊 那我可以理解 你表白了自己内心 最真实的感受啊 这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你接下来 跟陆雪 还要在一起工作 但是你今天 已经说白了 那你们还怎么 在一起工作呢 陆老师 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首先我是有喜欢 别人的权利的 而且在我们 接触的过程中 我很尊重陆雪 陆雪他也很尊重自己 反而现在是 他男朋友不尊重自己 更不尊重陆雪了 我是不相信你 你不相信我 还是你觉得我们做什么 你都跟陆雪说 我感谢您的权利的 感谢您的权利的 感谢您的权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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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其实你完全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是你没有这样去做 因为你太年轻 博文倒是显得很沉稳 败了也不奶继续祝福 胜了他也不交 你刚才是特别不能理解 你已经赢了 为什么他还对你拒之门外 接下来就让他自己告诉你 好不好 好 站到自己的位置 男女生站这 男生站那 接下来是李楠的告白时间 陆雪 我不想把事情弄成现在这样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真的爱 我不想失去 你还记得吗 以前我们上下班 回到家 我们一起去买菜 一起做饭 休息日的时候 我还没起床 你就做好了早饭等我 那种生活很简单 我觉得我一辈子都离不开 去年圣诞节 你送给我一条围巾 当我知道那是你亲手吃的围巾的时候 我说跟你在一起真好 我永远都不会放开 这些你都还记得吗 我记得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我记得你对我的好 你放下了你的工作 去照顾我的爸爸 我记得你教我做菜 做我最爱吃的水煮鱼 我记得你把我 带到世贸天街 让我抬头看 我一抬头 满满的屏幕 全是我的名字 我记得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丽娜 我觉得你变了 你变得不信任我了 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这段时间 我们因为这件事 你吵了很多次 我觉得我好累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了 我会改的 我会像以前一样 只要你辞职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 你一定要这样吗 你不知道我最近 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一个人在家 做好了饭等你回来 一句话不说 你就上床睡觉 早上起来也看不到你人影 你的眼里现在只有工作 完全从你眼睛里面看不到我 看不出来你还在乎我 陆雪 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我真的不愿意失去你 好 我辞职 可是就算我辞职 我也不会跟你在一起了 为什么 是不是他刚刚说的那些话 感动了 是不是 是不是他说的那些话 感动了 你还要跟他在一起 你到现在 你到现在还在这样认为 是吗 你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了 你还觉得我跟他会在一起 李楠 我刚刚是不是当着所有的人面 我是不是当着老师的面 我不管 我再说一遍 我不管跟不跟你在一起 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你还要这样问我 那你为什么辞职了 还不愿意跟我在一起 你知道我每天现在过的是什么生活吗 我害怕 你知道吗 我害怕跟男人说话 我 我去问路 我都会选择是女人 你知道吗 我在超市跟生活员 找到些男的 我不敢有说有笑 我怕被你看到 我怕你问我跟他什么关系 我真的很怕 你知道吗 我受不了了 我很累 我们就这样吧 我们就这样吧 我错了 陆雪 我们就这样吧 陆雪 陆雪 不要离开我 我真的不想失去 我真的不想失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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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